不穿裤子的男人捏手捏脚走到笔记本前 然后奋力地对着笔记本按下 可是没想到 他的手指居然与笔记本融合了 于是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下一刻 他居然成功敲下了字母卷 经过半天的努力 他终于快成功了 原来他是要查询自己生前的功绩 可就在他要按下回车键时 笔记本居然直接被人收掉了 这可把他的嘴都要气歪了 于是趁着小黑没注意 他再次奋力地按下键盘 他终于成功了 可是没想到 映入眼帘的满屏幕都是对自己的唾弃 下一院更是将自己列为了耻辱 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 因为他是在和情人约会时候死掉的 并且死的时候裤子都没穿 紧接着轮到军官 他激动地看着二战录像 刚刚看到关键事件 没想到小黑走了进来 一边说一边咔的一下关掉了电视 军官愤怒地对着小黑咆哮 可惜的是他只是灵魂状态 小黑什么也听不到 原来这是一个百年老宅 而宅子里面却住着八个阿飘 因为当时是意外死在这里了 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离开 可是没想到刚刚继承这里的两口子 要把这里搞成酒店 于是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赶走他们 甚至女主人一度被他们搞到了医院